台北市政府在这项的建设中 兴建国民住宅的工作可以说是消耳白建 因为自从台北市改建以后 台北市国民住宅兴建委员会 一共兴建了4500多户的省建住宅 共用开签的维建户居住 而宗教住宅也兴建了200多户 但是国民住宅确实一次也没有兴建 台北市的一般市民 也在私人兴建的国民住宅中 领导他们居住的住所 他们得不到市政府的任何帮助和利益 民众院长蒋经国 在有关台北市都市建设的指示中 就曾经指出 今后台北市政府 除了开析大陆 也要多数一般市民居住的问题 为大多数的人 用廉价的住宅 为大多数的市民蒙居住 台北市长江峰市 在住人以后的48个小时之内 继续曾经表示 要设法升级长期 立宅船 大量的兴建国民住宅 为新收入的市民 和一般的市民 解决新租的问题 多数年来 台北市国家会 没有兴建过一部国民住宅 希望市政府能迅速的实践 兴建国民住宅的计划 以国家会能民主实施 为市民建造国民住宅 为何的市民建造国民住宅 参加转市民建造国民住宅 地席 均